hello大家好 我是Gyo小中 前两天我们录了一期米其林一新的惠灵顿牛排外卖 有的小伙伴看完之后就说 380块钱一盒盒饭 也不是很贵嘛 380块钱的盒饭你们还觉得便宜 想我吃盒饭吃穷吗 既然都不觉得贵 那我们今天就来点一个米其林二新的 槐石料理盒饭 那这个是真的贵 正常情况上米其林二新是不太做外卖的 特殊时期连米其林二新的餐厅都下凡开始做外卖 我们今天要点的这个餐厅叫做Yoursama Yoursama是全美国第二贵 整个洛杉矶最贵的日餐 两个人进去这间餐厅消费的没有1000美金 你是不要想走出店门的 槐石料理盒饭预定好了 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他们的一份bannel box 税前价200加上20块钱的税 以及40块钱的小费 所以最终的总价是260块 那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去看看260美金的外卖 到底长什么样 走 这家店位于洛杉矶最繁华最顶级的社区 比弗利山庄 一来到这边就感觉被各种奢侈品品牌包围了 因为它就毕临罗迪欧大道也就是整个洛杉矶最贵的奢侈品一条街 米其林餐厅指南对这个店的观点是欢迎来体验这个国家最高级的餐厅之一 洛杉矶是没有米其林三星的 所以米其林二星就代表了在洛杉矶地区最高水平的餐厅 这个200的盒饭静静地躺在车的后座上感觉现在整个车的一样 这个200的盒饭静静地躺在车的后座上感觉现在整个车的一样 这个价值的升值旁边是我只要20块钱的包200块钱的盒饭 20块钱的包200块钱的盒饭 好米其林二星的Yurasawa的外卖拿回来了 整个的包装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具有日本风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商家非常有心意的帮我们配了一整套的餐具 一双具有他们logo的筷子一个仙鹤装的瓷器的筷子托 纯木质的一个小勺还有一块完整的餐巾布 现在就把整个的餐盒打开看看 这是一个正统的槐石料理的一个标配 它几乎把彩虹的七种颜色在这个盒饭当中完整的体现出来 一共有1234个大块 在这一块呢用一分为二 上面的是水果区 这个应该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呢很多up组在做这种淡雪草莓 这种草莓非常的贵 那这一块呢是整个盒饭当中最贵的部分了 金箔鱼籽酱 鱼籽酱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食材 这个应该是豆制品主食部分 配的是三文鱼籽 上面是鰻鱼饭 那这一块呢应该是屋里就是海胆 那这一块呢是它的应该主菜区 海胆蒸蛋有一个虾袋这一块 这个是袋子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中间呢有一小块的这个是腌制品 啊 说实话心里有点忐测有点紧张 因为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贵的一个外卖的盒饭 哇 鰻鱼和三文鱼配在一起 它对你的味脸呢是这种强烈的刺激 你咬下去之后呢这个鱼水爆开 和这个饭鰻鱼整个的结合在一起 哇层次感非常强烈 这个上面用的是蒸蛋 在蒸蛋的里面呢似乎还有一层蛤蜊肉 嗯 原来这种海胆配上蒸蛋 味道这么特殊 鱼籽酱呢上面撒的是金箔 杯子是一个玻璃杯 入口的感觉呢 有一种很醇厚的鱼籽酱的这种鲜甜味 它让你嘴里化开的感觉你是不用去嚼的 整个的金箔这个部分呢应该只是作为一个调色用 是为了体现整个的一个banner box 让它显得更加的高大上而已 这个是腌萝卜 哇你以为是一个萝卜 但是却是一个杏色 感觉特别的甜 那这个草莓呢我看看 这该不会不是草莓吧 嗯 结果它真的是一个炒面 我们再看这个 外面呢像是一种豆制品 里面呢还包裹了一层黄色的部分 像是菠萝 尝尝看 菠 你以为它是一个菠萝 但是里面呢 却是一道葱 外面呢也不是豆制品 看过去像是豆制品 但是里面呢却是牛肉 这个看过去像是香菇 尝尝 看过去是香菇 但是却是鲍鱼 哇哦 你现在理解 为什么他们卖的这么贵了 再看这个黄瓜 连一道普普通通的黄瓜 他们都要改到改的 如此的精美 每一道食材都不是它表面 看上去这么简单 每一道菜都另有钱贵 你能感觉到厨师 真的花了很多的心血 去做当中的任何的一个细节 他都做的非常的完美 好 我们最后呢 来对我们今天这个米其林二星的 淮石料理做一个总结 这个盒饭呢 无论是从它的包装 再到它的菜的精美程度 再到它入口的口感 每一个步骤呢 都堪称完美 总之呢 如果你想品尝一下米其林二星的 淮石料理 又不想花人均600美金 那一道这样的盒饭 绝对呢 是称得上是划算 好我是最后小钟 一个从美国出发 待会你的明镜和欢迎你的视播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给我一个三个人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